音乐 各位朋友们 我们一直推广六个符号英文法 希望给学习英文的朋友做参考 学习英文要有方法 要有步骤 不要绕远路 不要一天到晚死背单字 蒙头的去参加考试 辛辛苦苦考完了背完了单字 却运用不出来 或者是花了许多的钱 甚至到国外去 或者是请外国老师来教 钱花的不少 效果并不好 我们辛辛苦苦来学英文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听说读写 能够来运用 先求会用 你再去参加考试 你会发觉考试也变成非常的简单 而这个不要绕远路 不要花大钱的方法 其实就是这个公式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念出声音 先练习你的嘴 反复的练习 把每一个声音念出来 然后再来了解英文的思考语法文法 这样子你就进一步的去了解了句子的运用 或进一步参加考试 你会觉得德心应手 那么如何把英文说出来呢 这是大家都希望能够办到的事情 其实呢我们这里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的字要先念出来 然后再把句子念得流利流畅自然 再来当大家要说心里话 说更深的内容 想要说出更多自己想要说的话 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有语法在心里面来建立 想反的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整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整天去背 整天去考试 或者直接去听这些外国老师 迷迷糊糊的讲解 你的效果是很差的 那么我们就来做示范 先从字你一定要先念出来 然后呢念出句子 进一步的了解语法 说出心里话 这些句子都是各位在各种书籍 课本里面看到的句子 千万不要嫌他说你已经会了 他这么简单 相反的你应该不断不断地去念诵他 一个母语人士讲英文天天讲 所以很多句子 他一辈子讲了几十万遍几百万遍 而各位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是念个两三遍四五遍的 那么你想想看 念个四五遍你就想英文流利 就能够运用自如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个动作 我们推广六个符号的教导大家 第一个动作就是练你的嘴 比如说到了人家店里面去 你去国外玩 你就说我看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想买 Can I say this? Can I say this? 你一定要把它念成像很自然的 就像说中文一样 想都不要想 Can I say this? 这样子就能够说得出来 Can I see this? Can I see this? Where is the toilet? Where is the toilet? How much is this? How much is this? Is there a supermarket near here? Is there a supermarket near here? Is there a supermarket near here? 好的 刚才我们连续听了这些字的声音 这些句子的声音 我们说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字 把一个句子可以念熟 念得非常的流利 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 我们再来多练习几次 Can I say this? Can I say this? Can I say this? 再来 厕所在哪里? 洗手间在哪里? Where is the toilet? Where is the toilet? Where is the toilet? 这个多少钱? How much is th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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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看这句 Is there? 就是there意思的疑问句 有什么呢? a supermarket 有没有一个超市在这附近呢? Is there a supermarket near here? Is there a supermarket near here? 当这个句子比较长的时候 我们就说要加入语法 把它分成一小节一小节 这样子不但记忆能够清洗 而且念出来也能够非常的流利 非常的畅快 Is there? 这是第一个字 a supermarket 第二个字 near here 在这个附近 所以合在一起各位请听哦 Is there a supermarket near here? 好 那你就不断不断地反复地来练习 Is there a supermarket near here? 好的 各位朋友 我们刚才说 第一个动作 把字 把句子 用嘴不断地念诵出来 那么就是这样反复反复 好像有一点发神经病似的 一直神经的这样子 一直一直把同样的话 一直讲 一直讲 其实各位 你看到小朋友 在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 他讲英文 讲中文 就是这个方式的 他学会一个字 学会一句话 他反复反复地一直讲 那么同样的 你也应该做同样的动作 可是相反的 你自己问自己 你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 你很努力地去背单字 去学习语法 去参加考试 去上课 认真听课 也跟外国老师 做一些对话的练习 但是你从来不做的 就是自己先念个上千遍 上百遍 让这些字的声音 自然而然地存入你的脑海之中 让你的脑海之中存有声音的档案 所以怎么样子能够把英文说出来呢 其实动作就是先念字 再来把句子很流畅流利地 自然地说出来 当然还要再讲更深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英文的思考逻辑 文法语法的架构了 而一听到文法语法的架构 大家头就大了 这个以前在学校学 或者是自己看课本上面学 真的是有看不一定看得懂 有懂那也不一定运用得出来 可是我们六个符号英文法 就教给大家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 叫做一二三加四 在任何一个英文的句子里面 有主词有动词为主 然后再找到接受你动作的字 再加上补充的这些形容啊 或者说明其他状况的一些副词 而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一个的英文的句子了 那么反过来 我们想把我们的中文说成英文 因为我们的母语是中文 所以脑海里想的是中文 那么我就把这中文照着英文的模式思考 把它给讲出去 那基本上我就能够讲到我的意思 而不是说我教过我的 我会讲 没有教过我的 我就不会了 这不行啊 你总不能天天学 学到你老了你还不会用啊 所以教过的是一个钓杆 让你怎么知道自己去钓鱼 所以我们教给大家这一二三加四的思考鱼法架构 就好像给大家一根钓鱼杆 你就可以自己去钓鱼了 任何一句中文都可以变成了适当的英文 而且是按照英文的模式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说出阳金邦式的英文的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句话 四海都有中国人 好的 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在这个句子里面 你先把主词动词找出来 再找到这第三个字 再补充其他的字 你就大差不差的 就可以开始说出你心里想要说的话 拿这个英语当成你的 不管是生活上的 还是就业上的一个工具 六个符号英文法 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再说一遍 不要花大钱 不要绕远路 不要学了半天 还是不能够运用 所以请你参考我们的方法 每天呢 你就张开嘴去练练练练练 把一个句子 把一个字念的滚挂烂手 再花一点时间 把语法理解了 你就发觉 第一个 如果你要说话 绝对没问题 说英文其实是最简单的 那么随着你的流利度 你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且你的英文都是一小节 一小节的 就像等一下我们还会给大家说明句子的语法 或者是在我们其他的影片视频当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 英文是一小节一小节的 不但记忆非常的清晰 而且它就是语法的架构 你用这个方式去看英文 去理解英文 去记住英文 甚至轻松的就能够过目不忘 把英文给记起来 进而运用出来 我们现在就随便举些例子 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比如说我们想说这句中文 四海都有中国人 我们就利用这一二三加四的方式 把它变成英文出来 首先呢 我们先看到这个有字 有字在英文有个标准的主词动词 这个有我们叫做 there is there are 那么因为是很多的人 我们就用 there are 所以there are就是一二 那么有什么呢 中国人中国人英文怎么说 Chinese Chinese 所以这三个字就出来了 there are Chinese 然后再加上这些地方的副词 在什么地方呢 四海就是每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每个地方英文怎么说呢 Everywhere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 In the world 所以各位这样子就大差不差的说出来了 各位请看 There are Chinese There are Chines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所以合在一起这句话说 四海都有中国人 英文就变成了 There are Chines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我们再来举这第二个例子说 我想吃我妈妈煮的晚餐 我想吃我妈妈煮的晚餐 所以我们这句话 一样要照这个方式 先找到一二主词跟动词 再找到这个接受动作的字 那么 我是主词 我怎么说 I 想 想怎么说 Want 想什么事呢 吃我妈妈煮的晚餐 各位这个地方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妈妈煮的 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形容词的概念 所以我们先不要理它 因为这个形容词是四的角色 而且要从后面来向前面翻译 我们先处理这顿晚餐 那么这顿晚餐是妈妈煮的 所以呢 还得去指定这一个晚餐 所以现在我们的第三个字叫做 吃这个晚餐 怎么说呢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第三个字先完成 然后再回头说 这顿晚餐是我妈妈煮的 带出一个所谓的词句 指这个晚餐 which my mother cooks 所以合在一起 各位看到这句话的英文又出来了 I want I want 1跟2 怎么样呢 to eat the dinner to eat the dinner 去吃这顿晚餐 什么顿晚餐呢 which my mother cooks which my mother cooks 所以各位看到这样子一步一步的 中文就可以很轻松的变成英文出来了 所以这句中文说 我想吃我妈妈煮的晚餐 英文就变成了 I want to eat the dinner which my mother cooks 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句子的分析 那么句子如果能够理解 尽而能够记住运用出来 这对于你的说英文 写英文 或者是你自己在进修英文的升级 以及要参加各项比较困难的考试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这个句子说 Never never put off what you can do today until tomorrow 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 就是今日是 今日必 那我们带进去 所有的英文句子都是这一套 一二三 加上补充的四 一在这里呢 省略了you you在英文是可以省略的一个主词 所以you 你呢 never put off put off就是我们的二叫动词 叫延后延期的意思 延后延期什么东西呢 三带出来接受 这个延后动作的字 叫做受词 what you can do today 这是一个名词子具当主词 表示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字的一个观念 而不是好多字 所以这第三个字叫做 你能够做得到的 在今天所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 这个what 反正这些事情 而不是问你什么东西 千万不要去拖延你今天所能够做到的事情 never就是复辞 不要 不要怎么样呢 until tomorrow 延到明天才做 今天做完的事 就把今天做完了 明天 还有明天的事情 所以这句话 今日是今日必 never put off what you can do today until tomorrow 各位朋友 我们以前学英文 就是像一个字一个字的 所以我们对于英文的字也许理解 放在一起 就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这个句子 相对的 即使理解了这个句子 我们呢 也背不起来 记不起来 即使为了考试 勉强记住 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 但是加入了这个year三加四的语法分析 也就是六个符号 就会发觉 这种东西不但是过目不忘 而且是你将来多久的时间都记得得 因为它变成一格一格的方式了 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 你不要去延后 我们试试看 念完它 记住它 以后能够运用它 never put off 因为又被省略了 就会不要延后 以后什么呢 你能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先带出一个手 然后主词动词 一定是这样子的格式 What you can do today 直到拖到什么时候呢 借词加名词 Until tomorrow 当这个底子建立好之后 你就会发觉 不管将来是多么长 甚至多么困难的句子 分析一下 就能够完全理解 理解还不够 还能记得住它 因为将来你要模仿运用它 我们又看到这句商业上用的英文 或者是多亿考试的一个英文 我们来分析它 We have received your email 这就是一二三 我们呢 收到了你的email 那么这个have received 在英文呢 叫做已经收到的意思 这叫现在完成式 这个时代的变化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 也给大家介绍过 请大家去参考 简单的回忆一下 如果你只是received 这是一个过去式动词 表示你收到了 但是有明确的时间 不是昨天收到的 前天收到的 但是如果你并没有标出 明确的时间 只告诉对方已经收到了 什么时候收到的 不知道 反正已经收到就好了 这时候你就敢用have received 所以这个have 在英文是时代变化当中的 现在完成式 翻译成已经 我们已经收到了你的email 没有问题 后面发现红颜色的字 又出来了 这个就是形容词词句 变成了分词句 go 这个地方 本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which which带出来一个形容词词句 来形容前面的这个email 进一步 which可以被省略掉 动词就变成了分词 这个字request 本来叫做寻求 询问的意思 那么动词加了ing 变成分词 所以呢 本来这封信是这样说的 which requests information 那么我们把这个动词 变成ing 把which删掉 就留下了 requesting information 后面翻译前面 你来询问资讯的这封email 我们已经收到了 各位看到 同理可证 这边又是一个ing 所以前面也少了一个which which指的就是前面的这个information 这个资讯是 which regards which省略掉之后 regard变regarding 后面向前翻 有关于这个产品的这样子的资讯 那么这个产品的后面 各位又看到这个presented 这是过去分词 刚才出现的这叫现在分词 那么现在我们的过去分词 其实就是被动的意思 这前面也有一个which which 但是它是被动 所以这里还多了一个was which was was presented 那么现在我们发觉 这前面的which被省略掉之后 was进一步也要被省略掉 所以which was不见了 留下过去分词 presented 叫做被展示的 在什么地方被展示出来的这个产品呢 in the trade show 在这个贸易展览上面所展览的这个产品 那么有关于它的资讯 你现在来询问 那么这封询问的email 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 所以各位英文的形容词 就是后面向前翻 后面向前翻 咱们再看一次 we have received your email 我们已经收到你的email了 which 这个which 在后面连续三个地方都有 那现在因为改成分子具构 它是被省略掉的 省略掉之后 一样的道理 后面翻译前面 这个email requesting information 来询问资讯的这封email 什么样的资讯呢 regarding the product 有关于这个产品的资讯 什么样的产品呢 后面向前翻 被展示的 这是一个过去分词 要翻成被 在什么地方被展示呢 in the trade show 我们刚才分析了两个句子 一个是一句格言 今日是 今日必 一个是商业文书上的用字用词 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困难的 叫文学性的东西 文学性的东西 在英文里面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很多文化的背景 或者是历史的背景 我们不一定理解 而且在文学的作品当中 有许多是可以拟人法 或者是变换这些文法的 所以对我们读起来会比较辛苦 好 不过我们也来欣赏它一下 它的道理还是一样的道理 the words can out 那么这些话 这个words平常讲的是单字 可以是口中说出来的话 那么这些话呢 说出来 主词 动词 再加上一个副词 我们把它变成不同的颜色 the words can 这就是主词动词 一个句子里面 至少要有主词跟动词 这些话 出来 out 说出来 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是一个副词片语 in a perfect simulation simulation叫模仿 而且是perfect 一种完美的模仿 用一种模仿的非常好的方式 说出这些话 模仿什么东西呢 这是形容词片语的概念 后面向前翻这个模仿 of a matter of effect composure composure就是一种正定正进 装作落无其事的样子 前面还有一个 matter of fact 像事实一样的 跟真的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镇定 的一种 后面向前翻 的一种模仿 也就是说 他模仿着落无其事的 这个的样子 这是一句非常漂亮的英文 我们想一个镜头 一个人其实明明充满了内心的伤痛 可是他强压住这种痛苦 说的落无其事 没事吗 今天天气很好啊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我们再来欣赏他一下 the words came out 这些话说出来 副词用什么方式呢 in a perfect simulation 一个完美的一种模仿 模仿什么东西的模仿呢 of a matter of effect composure 一种像真实情况的一种 镇定的感觉 好的各位朋友 看我们了 刚才三个句子的分析 你会发觉 就用这简单的六个符号 就可以把每一个句子 分析的轻轻除除了 现在回到我们这个视频 影片的原始的初衷 推广一套六个符号英文法 帮助大家能够实际的听说 读写来运用 或者进一步来参加考试 也能够轻松得意 那么六个符号英文法 就是一套攻击大家实际 能够运用的一套英文的学习方法 我们的方法就是 你一定要念出你的声音 反复的念诵 再加上建立一套六个符号英文法 所提供大家一套简单的 一个英文的思考方式 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个的句子 请你用这些句子来运用 来参加考试 那么要能够把英文表达得出来 就是简单的三个动作 先念出声音 然后越念越熟 越念越流畅 越来越自然 这个底子一定要先建立 好多的朋友 如果你一下子到了外国人的前面 突然之间人家讲什么 或者是一下子你要想讲什么 你常常会发觉 你一下子就说不出来 这原因就是 你在家里必须先做好 这前面两个动作 为了进一步提升你的英语 提升你的英文的层次 那么你就加上你的英文的思考逻辑 也就是这套文法架构 你就可以把这些更难的句子 说出来 表达出来 你的英文才能够实际的 能够运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